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古亡国时期的埃及 大家知道古亡国时期 这个是爱意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了统一的 这张集权的统一亡国时期 古亡国时期经历了大概有500年的时间 然后爱意历史就进入了这个地方割据状态 我们把它称为第一中间期 第一中间期大概经历了有100多年的历史 到了这个第十一王朝时期 蒙特霍特布二世统治时期 他呢又把埃及呢上下埃及统一起来 这样呢埃及的历史呢 由于迪比斯为中心统一起来 进入了一个统一亡国时期 我们把它称为中亡国时期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中亡国时期的埃及 我们先简单的给大家呢介绍一下 中亡国时期的基民概况 这种方面呢简单的说呢 就是表现为王权 同这个地方贵族的斗争 大家知道这个中亡国时期呢 是在结束分裂各域状态 这种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所以呢中亡国时期呢 面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就是加钱王权 消弱地方贵族的势力 这是政治方面 经济关系方面呢 表现为在中亡国时期呢 表现为聂金斯的兴起 并活跃于政治舞台上 这一个新的阶层出现了 聂金斯 后面我们慢慢讲到 他到底指什么人 这是政治方面 经济方面呢 中亡国时期呢 修演了大量的这种水利 灌溉工程 开发了法优母地区 这样呢扩大了耕地面积 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经济方面 都外光业方面呢 表现为呢 对外征服 进行扩张 大家知道 国王国时期 埃及的对外扩张 征服还比较少 到了中亡国时期呢 就比较明显了 进行扩张 同时呢 进行海外贸易 那我们非民呢 就来看一下 政治状况 经营状况 以及对外关系 第一点呢 我们看一下王权 与地方贵族的斗争 我们说在这个第一中央期 地方势力非常强大 他们呢 这个地方统者呢 就像这个小果的这个国君 这样呢 对这个中央王权来说呢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障碍 到了这个第十一王朝的 孟德霍特布二世 他统治时期的第三十九年 他呢 把名字改了 改成了斯马托威 当然还进行了一些政府活动 严分之一呢 他呢 把上下一级统一起来 改名字呢 叫斯马托威 这个呢 就是两地的统一者 这样呢 孟德霍特布二世 就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从中王国时期 他们开始呢 加强这种中央集权 加强专政主义统治 削弱地方贵族的势力 大家看到这幅图片呢 就是孟德霍特布二世的一个雕像 保存在开罗埃及博物馆里面的 大家能看到吗 他戴的是什么王冠 上一级的王冠 但是呢 颜色是红的是吧 我们知道上一级应该是白王冠 明显的这个样子呢 这王冠的形状是上一级的 但是颜色呢 就成了红色的 另外呢 大家再看一下 他这个孟德霍特布二世的皮肤非常黑 所以有人就怀疑 他是不是一个黑人 所以关于孟德霍特布二世呢 有好多的问题 首先呢 我刚才提到这个 他戴的这个王冠 他上一级的 但是呢 为什么又成红色的呢 所以呢 为了他呢 还有一些问题 需要继续的研究 关怎么样 他呢 同时呢 开始加强了中央集权的一些措施 来削弱地方贵族的势力 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他采取了这几项措施 第一个呢 是派这个侵差大臣 驻扎到各个城市 侵差大臣 当然就他指令的了 所以来管理国家 这是第一个措施 第二个措施呢 中央政府的这些比较重要的官职呢 由迪比斯人担任 大家知道 因为这个蒙特霍特普是迪比斯 发展起来的 所以呢 他要用他自己老家的人 所以中央政府的这些 重要的官职呢 由迪比斯人来担任 这是第二项措施 第三项措施呢 他设立了夏宜总督 这么一个职务 来负责征收 赴税 以及呢 土木建筑 来削弱 其他官员的 这种权力 这是他 采取的三项措施 来削弱 地方贵族的势力 起得了 很好的效果 这是啊 第十一王朝的一些情况 下面呢 我们看第十二王朝 第十二王朝的创建者呢 是阿蒙尼姆 赫特 一世 这人呢 曾经是第十一王朝 最后一位国王的宰相 就是用我们埃及学说 也就是威希尔 他呢 是在蒙特沃特布四世 彭仁时期的宰相 阿蒙尼姆 赫特一世呢 是以靠发动政变 来篡夺了这个王位 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 我们把他成为第十二王朝 阿蒙尼姆 赫特 建立了一个新的行政中心 叫伊奇塔位 这个地方呢 就位于下一集 我们知道这个 我们说这个 十一王朝这边是 从迪比斯发展起来的 阿蒙尼姆 赫特呢 一世统治时期呢 在下一集那边 北部埃及 建立了一个新的政策中心 叫伊奇塔位 就是 这个地方呢 伊奇塔位是一个古埃及语了 就是两块土地的占有者 这个地方呢 大概是现在的这个 里斯特附近 在下一集 大概离这个开罗 不太远 南部 这是来建立一个新的 行政中心 另外呢 大家刚才我们提到 阿蒙尼姆赫特一世 他是一个地方贵族 所以呢 他是靠这种政变 篡位 当了埃及国王 那他从他本身来讲呢 他是一个地方贵族势力的代表 所以呢 他统治时期呢 恢复了一些贵族的一些特权 这是难免的 他本身就是地方贵族势力的代表 所以呢 他当国王之后呢 又恢复了一些地方贵族势力的一些特权 这样一来呢 所以就导致地方贵族势力再次强大 再次威胁到中央政权的统治 阿蒙尼姆赫特一世呢 也是在被 在宫廷纵面中被刺杀的 有两篇文献 第一篇呢 我们看一下 是阿蒙尼姆赫特一世的教育 这篇文献呢 是以阿蒙尼姆赫特一世的 口气 语气来写的 他们学者们也怀疑说 这个呢 明显啊 不是阿蒙尼姆赫特一世来写的 因为他被谋杀了嘛 谋杀之后他怎么还能写出这东西来 所以只能是后人 以阿蒙尼姆赫特一世的口气 来写的这么一篇教育 大家来读一下 小心那些身份地下的臣子 他们的阴谋不为人知 小心你手下的这些人 不要信任一个兄弟 不要认识一个朋友 不要借交密友 那是无用的 在你 当你躺下 要自己小心 因为呢 在危险的日子中 没有人有追随者 这个呢 就讲他一些这个 手下的一些阴谋 所以不要信任何人 这是他留给我们的教育 这个教育呢 也反映了 他是被刺杀了 同时呢 还有流传越来 另一篇文献 叫西诺海的故事 这篇文献呢 是这个 也是 故事发生的背景呢 也是阿蒙尼姆赫特 一世统治时期 西诺海呢 是这个 阿蒙尼姆赫特一世的 一个官员 高官 他呢 听说 宫廷里面呢 有这么一个阴谋 要这个 把国王给杀掉 西诺海呢 他很聪明 他觉得 怕自己呢 受牵连 所以呢 当他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呢 他又很快的 他又偷偷的跑掉了 跑到哪去了呢 跑到这个 去利亚巴勒斯坦那边去了 在那呢 慢慢的呢 他也慢慢的 发展 壮大起来 当了本地区的 这个 一个酋长 并且呢 在那呢 也娶了妻子 生了孩子 后来呢 他觉得呢 毕竟他作为一个国外 他是一个埃及人 埃及人呢 觉得呢 死了 一定要 要回到自己的家乡 就像我们汉语中 这个 这个 落叶归根 所以呢 他呢 就想啊 虽然在国外 生活也很好 但是呢 到老年呢 他还想回来 所以就给这个埃及的国王 写信了 说呢 他想回来 国王呢 也给他回信了 说那我们欢迎 所以呢 新东海呢 就回来了 这是大家 这个新东海的故事 不管怎么样的 新东海的故事 也从一个侧面 来证明了 阿姆尼姆赫特一世 被谋杀 这么一个情况 这是 阿姆尼姆赫特一世 他的儿子呢 叫 塞索斯特里斯一世 这是中央我时期的 这个第二位公王 他呢 和父亲呢 也说阿姆尼姆和他一世 联合执政十年 他同时期呢 还对这个努比亚 进行过几次的军事征服 这是 塞索斯特里斯一世 大家看到这个国王呢 是塞索斯特里斯三世 他同时期呢 采取了这种 果断的措施 来削弱 地方贵族势力 加强中央集权 他呢 这个同时期 采取的措施呢 还是非常有利的 这样基本上呢 就把这个 地方贵族势力 这种威胁呢 解除了 同时呢 塞索斯特里斯三世呢 他呢 对外呢 进行军事征服 他曾经是四次 远征努比亚 努比亚的一只 是在埃及南部 四次远征努比亚 另外呢 还发动了一次 对叙利亚巴勒斯坦的远征 所以这位国王呢 是中欧时期 最伟大的一个征服者 他的儿子 叫阿姆尼姆赫特三世 大家看到这个呢 就是阿姆尼姆赫特三世的雕像 这位国王呢 可以说是中欧时期 最伟大的统治者 同在于呢 四十五年 从历史上说呢 他建了 建为一个迷宫 就是我们说 希罗多的历史中 记载到的 所以有一个迷宫 这个迷宫呢 就是由 阿姆尼姆赫特三世 统治时期建立的 大家回顾这几张图片 这是 塞索特里斯三世 大家看阿姆尼姆赫特三世 这个图片 大家看 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和我们看到的 古王我时期的国王 这些雕像相比 他们有一些变化 什么变化 大家 我提示大家 注意观察一下 面部表情 面部表情 大家看 这是中王我时期的国王 他的面部表情 大家发现没有 显得非常忧郁 非常忧郁 和我们看到的 古王我时期 那些法老的 这个相比呢 这个要优于很多 其实呢 这个呢 也从侧面反映了 这个中王我时期 这个王权 和地方贵族式的 这种斗争 一直呢 是持续的 也说 作为国王 作为中央政府的 这个国王 他呢 不可能 高枕无忧 他不要觉得 我是这个 三峡一的国王 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关键是 地方贵族 地方势力 总是来跟你闹事 对不对 说不好呢 你这个国王 就被地方 地方势力 给吃掉了 所以呢 中央我时期的国王呢 不可能高枕无忧 再说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 中央我时期的政治特点 就是中央政权 和地方政权 这种相抗衡 所以呢 为了这个中央我时期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呢 就是要加强王权 来削弱的地方 不就是 这是我们看到的 这个 中央我时期的政治状况 对外关系方面 我们还没 我们还没看这个 他呀 这是完全 看到第一个 我们看到是 我们刚才介绍的是 第一个问题 完全与地方贵族的斗争 这个小问题 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 阶级关系方面 阶级关系方面变化呢 和古王王时期相比呢 有一些新的变化 在这个阶段呢 兴起了一个新的阶层 叫 涅基斯 纳基斯 这个阶层 他们兴起 那么 纳基斯什么意思 这个呢 在古埃及语言中呢 就是小人物的意思 也说是这个 自由民 小人物 就是普通的 小百姓的意思 也说他不是贵族 没有这个贵族民地 也说这个 那就是和贵族 相对立的 这么一个阶层 这个阶层呢 在中澳我时期呢 他们呢 发展起来 那一世中的一些人呢 占有了土地和奴隶 有的呢 还担任了这个 比较高级的官吏 或者呢 成为这个高级的祭司 这些纳基斯呢 就成了这个王权 与这个地方贵族势力 进行斗争的重要支柱 也就是说呢 这个呢 是国王 团结了 纳基斯这个阶层 然后呢 进行呢 和地方贵族 进行斗争 所以纳基斯呢 他们的势力呢 是慢慢的 在崛起 成为这个王权 与地方贵族 向斗争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柱 这是 阶级关系方面 我们看一下的变化 我们再看第三小方面 第四 对外关系方面 对外关系方面 刚才呢 我们已经提到了 这个 像这个 西索斯特里斯一世 统治时期呢 曾经对这个努比亚 进行军事征服 对努比亚 征服 有这个记载的呢 有好几次 这个对努比亚地区征服 其中呢 他还在布亨这个地方 修建了这个军事要塞 军事要塞 现在呢 也保留下来了 这是 西索斯特里斯一世 当然最伟大的这个征服者呢 就是 西索斯特里斯三世 他统治时期呢 刚才我们提到他四次 远征努比亚 同时呢 还发动了对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的征服 进一步呢 来加强埃及呢 在努比亚 和这个 西亚地区的统治 这是 都外关系方面 这是我们介绍的第一个大问题 政治状况 第二个问题呢 我们看一下经济方面 经济方面呢 我们呢 按照 这个惯例呢 我们是 不做重点介绍的 我们只简单说一下吧 我们说 中王国时期呢 是关于历史第二次 统一王国建立的时期 所以呢 这也为同一王国的建立 也为经济的发展呢 建立了基础 经济繁荣呢 是主要出现在第十二王朝以后 我们知道 埃及 像这样早期的文明 都是以农业 为本的国家 农业 放点农业 大家知道 要需要水利灌溉 中午之前呢 埃及的这个 水利灌溉 工程呢 并不多 主要是依靠这些 自然灌溉 和小规模的 这些人工灌溉 中王国时期一开始 政府呢 组织 老百姓 修建了 比较大规模的 水利灌溉工程 尤其呢 是这个对 法育母地区的开发 开发法育母地区 这样呢 就扩大了 更临链级 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这是农业方面 是农业方面呢 也是哈 由于农业的发展 手工业呢 也发展起来 这时期呢 手工业哈 表现呢 我们可以从一篇文献哈 叫能源善变的农民 这篇文献是中王国时期的 这篇文献呢 就讲到这个 一个 生活在尼罗和山野楼地区的 一个农民 他呢 带着 好多 本地区产的一些特产 去那个交易 大家知道 物物交换 不是去买 应该去交易 其中呢 文献中提到的 他带着这些本地区的特产 就 数量 非常多的 品种非常多的 各种植物 动物的毛皮 非常多 因为我以前呢 专门 我博士们有呢 是专门研究这个 能源善变的农民的 所以呢 通过解决这个文献呢 其实 我发现啊 好多这个名字 是没有见过的 它究竟是指 某一种 什么特产 不太清楚 只是知道 根据它后面的指示符号 只知道 这一种 这种皮革 或者是一种植物 甚至从侧面呢 也反映了哈 中往我时期 这些啊 从文献方面一些发展 比较发达了 这是 这是经济状况 但它的经济呢 还是这个 自然经济啊 就说是 自己做的自然经济 虽然这个 一些这个 剩余的产品呢 也进行交换啊 但是这时候还没有货币啊 这是自已自如的自然经济 到中往我末期 因为社会分化又严重 同志者和被同志者之间呢 对立啊 比较严重 从而呢 又导了 导致了这个 中往我时期的崩溃 这样呢 爱业的历史呢 又进入了 又一段混乱时期 我们把它称为 第二中年期 让我们看一下 第二中年期 第二中年期啊 以前呢 我们也给大家介绍过 第一中年期 大家知道 中年期这个概念呢 就是统一的政权不再存在了 地方割据啊 这种状态 第二中年期呢 基本上和第一中年期 也非常类似 地方割据啊 同时呢 在这段时期呢 又出现了外患 就是说 有外族入侵 埃及 所以第二中年期呢 可以简单的说呢 是内忧外患 这种情况 我们看一下内忧 有什么表现 地方割据分立 地方割据 地方割据 这样的话导致啊 各政权呢 进行混战 同时呢 又引发了人民起义 人民大起义 在第二中年期呢 也发生了 反映人民大起义的这个文献呢 就是保存在这个 荷兰莱登博物馆里边的 一篇 外景文献 我们把它称为 伊普魏陈词 伊普魏 是一个埃及的人的名字 他呢 是一个贵族 伊普魏这个人呢 是这个一个贵族 当然贵族应该是 这是人民大起义 一种打击的对象 所以伊普魏呢 他呢 作为贵族的代表 他呢 来记载了 这个当时人民大起义的情况 在这篇文献中呢 伊普魏呢 就 其实呢 是站在 人民的对立场上 人民大起义的这种对立场上 来描述 这次起义的 所以这个语言中呢 就充满了 对人民起义的这种 重骂 还有一些歪曲 这篇文献中 最经典的一句话 大家可能都听说过 大地像桃轮一样 翻转起来 来反映当时的 人民大起义的情况 这句话呢 非常经典 大地像桃轮一样 翻转起来 人民大起义呢 获得了胜利 这时候呢 外患 外族人 他们呢 在埃及这种动乱之际 曾经呢 侵入了埃及 这个人呢 叫西科索斯人 他们呢 在埃及呢 建立了王朝 成为西科索斯王朝 那我们看一下 西科索斯王朝 西科索斯 大家看到这个词呢 西科索斯 什么意思 它不是埃及语 最早 提出这个词的呢 是马尼托 大家知道 埃及的这个历史学家 马尼托 他呢 在历史中 在这个埃及史中呢 在埃及史中 他用希腊文写的 这么一个埃及史 他们把这些人 称为 哈克索斯 西科索斯 那么西科索斯 是什么人 马尼托呢 他说是一种 种族不明的人 哈克索斯 这个词呢 其实呢 是从 古埃及语 哈 哈卡乌 哈术 这个词的 希腊化转译 哈卡乌 哈术 哈卡乌 什么意思 是统治者的意思 统治者 哈术 是外国的 所以从字面上来讲呢 就是外国的统治者 马尼托呢 在他的这个 埃及史中呢 把这个 哈卡乌 哈术的这个词呢 转移成了 哈克索斯 因为他是用希腊文来写的 所以从字面上来讲 这个西科索斯呢 只是外国的统治者 这么个意思 所以这个呢 也给我们历史研究啊 这个 提出了一个问题 那么西科索斯的人 究竟是什么人 马尼托他说是 种族不明的 马尼托呢 在这个 爱与史中哈 他是这么记载的 说不知什么原因 神的狂风席卷了我们 种族不明的 来自东方地区的侵略者 以逼圣的信心 突然退进到了 我们的国土上 他们击败了我们 国土的统治者 残暴的 分毁了城市 彻底的 毁坏了神庙 用残酷的手段 对待 所有的本地人 这是 马尼托啊 在这个 爱与史中 一些记载 那么这个人是什么人 学术界呢 对这个问题呢 展开过很多的研究 以前呢 说 也提出了好多的这个 猜测 有人说呢 是亚利安人 所以 小维希克索斯人呢 就是 亚利安人 还有说呢 亚利安人 等等吧 观念不一致 二世纪 九十年代 随着这个 对这个 希克索斯王朝 所统治的那个中心 是在三角落地区 叫阿瓦利斯这个地方 阿瓦利斯这个地方 进行了 奥地利的考古学家们 在这儿进行了发掘 通过一些相关的研究呢 现在反映出来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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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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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呢 他们的这个 物质文化 和在这个 巴勒斯南这边 发现呢 迦南人呢 这个物质文化呢 是非常吻合的 所以呢 这个问题呢 现在基本上呢 就解由了 也就是说 所谓希克索斯人 他们呢 是 来自巴勒斯南地区的 迦南人的一只 基本上这个呢 是 大家 这个呢 学术界呢 基本上都接受了 家来人的一致 另外呢我们来讲一下他的侵入方式 刚才我们说马耶托说是 总统不明的人 像狂风般的就席据我们这个国家 显然呢是暴力侵袭 对吧 其实呢通过对这个地区的 对阿拉利斯这个地方呢 也是希克索斯统论中心 靠发掘呢证实 希克索斯统论呢不是暴力侵入埃及 而是一个慢慢的和平渗透的过程 也就是说呢 这个 当然他们来的亚洲的 这些亚洲人呢 早在第一中间期的时候 这些亚洲人呢就越过了 三角洲地区 越过了三角洲地区 到埃及来了 他们呢是慢慢的在埃及 这么生存下来 只是呢到后来 到了第二中间期 这个混乱时期 他们利用这个混乱时期 在埃及呢 建立了一个新的政权 我们把他称为希克索斯王朝 建立了 希克索斯呢 在埃及建了第十五 第十六 这两个王朝 统治埃及呢 一百多年 他的这个统治中心呢 是阿瓦利斯 也是三角洲地方的 这个阿瓦利斯 就是现代的 埃尔达巴这个遗址 在这儿为中心 来统治埃及 我们再看一下 他的统治方式 希克索斯王朝呢 他呢是主要局限于 下一级 北部埃及 南部埃及呢 一样还有这个 埃及的这种 政权存在 尤其像 你看第十七王朝 基本上呢 和这个第十五 十六王朝 同时建立起来的 所以希克索斯王朝呢 只是局限于北部 南部呢 还有这个埃及人的 这个政权存在 希克索斯人呢 他要求埃及人呢 要纳贡 要纳贡 同时呢 这个希克索斯人呢 他们呢 还接受了埃及的宗教文化 比如说 他们这个 也把自己的这个名字 写到了这个 王明桓里 王明桓中去 我们知道这个王明桓了 希克索斯国王的名字呢 也写进了这个王明桓 另外呢 他们 崇拜 塞特神 塞特神 塞特神呢 在埃及呢 是一个 象征到暴力的 这么一个神 埃及人呢 对他并不喜欢 当然故事啊 这个 讲到这个塞特 把他的哥哥 奥西里斯给杀害了 为了这么多王位 查看 所以埃及人本身呢 不怎么太喜欢这个神 但是希克索斯呢 非常崇拜这个神 为什么呢 因为 希克索斯他们 本民族的这个神呢 他们崇拜了个神呢 叫巴奥神 巴奥神 是也是一个暴力神 是也是一个暴力神 希克索斯非常崇拜巴奥神 这是他们本民族的神 所以这个巴奥神呢 和这个埃及的这个塞特神 非常相接近 所以呢 他们呢 还非常喜欢这个塞特神 这是 希克索斯人 在埃及的统治 主要是要求埃及人纳贡 希克索斯人 是埃及历史上 第一次遭受外国人统治 所以这个事件呢 对整个埃及历史来说 非常重要 那么对埃及历史的影响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哈 希克索斯人 如今埃及的意义 希克索斯人呢 把这个马拉战车 带入了埃及 以前呢 埃及啊 虽然说有马 但是没有马拉战车 这个军事设备 希克索斯人呢 把马拉战车 这种先进的 军事设备带入了埃及 另外呢 希克索斯人呢 还把这个青铜短剑 这种复合式的这种 强攻 带入了埃及 这样呢 为后面哈 埃及人 发动 反对希克索斯人的战争 把希克索斯人赶走 并且呢 建立帝国 就打下了基础 也说正是 埃及人的正是利用 希克索斯人 传到埃及的这些先进的 军事设备 发动了 成功的发动了 反对希克索斯人斗争 另外呢 还进行征服 建立了帝国 只是把先进的设备带入埃及 还有呢 就是 希克索斯人 第一次哈 作为外族 统治埃及 会遭到了埃及人哈 从心理上来讲呢 是非常 呃 抵对的 啊 很强烈 啊 要反抗 啊 要推翻希克索斯人的统治 啊 埃及人呢 是从心理上是不能接受哈 外族来统治埃及的 所以呢这样的话 也是希克索斯人呢 他们呢 也使得埃及人啊 民族意识 觉醒起来 从而呢 发动 驱逐希克索斯人斗争 那我们看一下 埃及人怎样发动 驱逐希克索斯人斗争的 啊 驱逐希克索斯人斗争 这个呢 保存现在一边植草 叫萨勒植草 植草文献上 呃 这个文献上呢 就记载说 记载一个故事 故事呢 是说 希克索斯国王 啊 但他生活在这个 阿瓦利斯 三亿多地区了 他呢 给迪比斯的同志 稍微一个口信 迪比斯啊 南部 啊 希克索斯 这个同志呢 就派了一个使者 到迪比斯那儿去了 稍微一个口信 说什么呢 说要求 迪比斯的同志者 要把 附近池塘的这个 河马 给杀死 为什么呢 他说 希克索斯人斗说呢 说因为河马的叫声 吵得这个 这个 希克索斯人斗说 睡不着觉 其实大家想想 一个是在三角落地区 一个是在 这个迪比斯 其实这两个地呢 相差 有千里之遥 怎么会 这边的池塘里 这个河马叫声 会吵得 希克索斯人斗说 睡不着觉呢 当然这就是一个挑戏 第四西方朝的 这边呢 这个 一个同志者 叫这个塔奥二世 他呢 首先 领导了 迪比斯人 发动了 反对希克索斯人斗争 大家看到这个图片呢 就是塔奥二世 他呢 发动 首先发动了 反对希克索斯人斗争 很遗憾 他在斗争中 壮烈牺牲 大家看到这部图片呢 就是他面部 这个头部的 穆乃伊的头部 从上面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 头部呢 有大量的伤痕 大家看一下 大量的这个 受过很多的伤 这些伤呢 正是 希克索斯人使用的 那些武器 所留下的 另外呢 薛泽民呢 对这个 这个穆乃伊头部 还进行了 进一步的研究 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 虽然他受了伤很多 但是呢 当时呢 塔二世 并没有马上死去 虽然受伤了 也受伤 之后呢 又活了一段时间 因为呢 这个伤口呢 有所愈合 但不管怎么样呢 这个 他二世呢 他二世呢 还是啊 死掉了 叫卡内红封板 卡内红封板 一个木板 卡内红封板 这个木板上 写了 这样的话 卡莫斯 说了他决心 我想同他斗争 当然这个 他就指这个 希克索斯人了 我要剖开 他的肚皮 我的愿望是拯救埃及 痛击亚西亚人 痛击亚西亚人 卡莫斯呢 继续继承 复兴的愿望 然后领导呢 埃及人呢 驱逐希克索斯人 斗争 他呢 很遗憾 他也是哈 没有 最终取得 这样的胜利 也死掉了 卡莫斯的弟弟 阿赫蒙斯 最终呢 将希克索斯人 赶回了亚洲 这样呢 就取得了 埃及民族解放战争的 最终胜利 大家知道这个 希克索斯人 是作为外主入侵的 统治埃及 所以埃及人 反对希克索斯人 斗争是民族 正义的民族 这个解放战争 对吧 但是如果把这个 希克索斯人赶走了 埃及人再接着 攻打亚洲的话 这个战争就称 大家想想 这个战争性质 也发生了变化 是吧 就成正义的 转变成了这种 非正义的 战争 很遗憾 埃及人呢 没有控制好自己 巴西克索斯人赶走之后呢 还要继续 接着打 然后呢 继续攻打亚洲 渐渐的建立了一个新的 帝国 所以我们说 这个希克索斯这个事件 对埃及历史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 第一次遭受 是埃及人 第一次遭受外族统治 所以我们说 它是唤起了埃及这种 民族觉醒 另外呢 我们说 因为埃及历史上呢 以前还没有遭受过外族统治 埃及人呢 生活的 应该说 很幸福 我们 以前给大家讲 这个 这个土地很肥沃 民族和泛滥 过后 埃及人呢 可以去跟踪 说呢 很简单 就说这个洪水退后呢 你这埃及人呢 就可以赶着这个猪 在前面 猪走过去 它不就踩一个脚印吗 一个坑一个坑的 埃及人呢 就可以把种子 放在坑里去 自己呢 就能长起来了 所以 非常简单 但是呢 这个 收获呢 就非常 因为尼罗河 这个黑土 非常肥沃 这样 非常轻松 所以如果埃及人 遭受外族统治了 他心理上呢 应该说 是很受这个压抑的 所以压抑 这压抑的这个情绪 慢慢的 就会爆发 民主意识觉醒 这样呢 把西科索人赶走 同时呢 要复仇 对吧 复仇 赶走了 还不上完 还要再接着打 这样的埃及呢 这样一个帝国 所以我们说 西科索人王朝 对埃及帝国的建立 有直接的影响 这是我们这些课 给大家介绍的 中亡我时期的埃及 还剩五分钟的时间 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 中亡我时期的埃及 主要呢 我们是介绍了 这么几个方面 这种状况 关于他整个 中亡我时期的呢 是王权和地方贵族势力的斗争 也作为中央政权的 这个统治者呢 要不断的加强 中央级权统治 削弱地方贵族势力 这是政治方面 都外关系方面呢 是埃及呢 在中亡我时期呢 不断的都外进行军事征服 努比亚地区 还有的亚洲的这个 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 进行对外征服 最终呢 担许了中亡国的 将近四百年的 前盛时期 到中亡末年呢 内忧外患严重 这样呢 又导致了 希科索士人 在埃及 建立了 外入人统治政权 希科索士王朝 统治埃及呢 一两百年 这是埃及历史上 第一次遭受外族统治 后来呢 埃及人民主意识觉醒 发动了 反对希科索士人斗争 把希科索士人呢 赶回了亚洲 同时呢 这种复仇的洪水呢 又不可遏制 导致埃及人呢 进一步 对亚洲呢 进行军事用兵 从而呢 建立了一个 帝国 把埃及的历史 推移到这个 最高峰 帝国时期 好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再接着讲吧 请不吝点赞